包着夏威夷豆、红豆泥 还有马薯的黄金帝王书 中和人再熟悉不过 拿下台北县师大伴手礼后 这几十年来成为中秋节 送礼自用两香仪的最好选择 也是店家最骄傲热卖的商品 除了维系口味不变之外 更要推陈出新 我们除了金桥帝王书之外 今年还所云推的东方美人饼 及紫金菠萝蛋黄书 这个我是觉得年轻口味都很受欢迎的 所以老爷也爱过 年轻人也爱过 2020中秋新款研发耗时一年 业者把最近高饼界 最受大家喜爱的几个元素组合起来 用台湾人最熟悉的菠萝当饼皮 内馅则是会让芋头控 不吃不行的香浓芋泥 加上帝王书所用的Q软麻薯 在裹上饱满的蛋黄 取名紫金菠萝酥 吃起来口感绵密 那会不会热量爆表 店家强调用的是海藻糖 以健康为优先 就是有对于烘焙有点研究 会知道海藻糖 它是一个非常不太不便宜的东西 它一公斤比原本我们用的砂糖 大概是三倍以上的成本 但是它的热量大概也是 原本砂糖的三分之一而已 而且它这个海藻糖是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都是可以吃的一个糖类 所以我们的油 第一个是用的是进口的安家奶油 所以它的安全性绝对是不用顾虑的 它是世界三大奶油厂 那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海藻糖 它是热量非常低 所以你这颗吃下去 其实负担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 这就是负担很重 吃一颗可能要跑步20圈之类的 紫禁菠萝酥 这个口感真的蛮不错的 那好像一入口融化 感觉又香气又满温存的那个味道 在口感的话 吃起来就是一个融化 好像吃起来真的蛮舒服的 紫禁菠萝酥融合菠萝饼皮和芋泥还有麻薯 挑起味蕾后 店家说还有专为芋头控设计的幸福款甜点 千层芋头酥 保证一吃成主顾 浓密的芋泥用的是台中大甲小农生产的芋头 吃得到颗粒口感同样不甜腻 特别去强调它的芋头的口感 而且你在吃这个芋头 千层芋头蛋黄酥的时候 你会吃得到它一点点小小的颗粒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用很道地的芋头去做出来的 都是没有加香精的 用芋头做馅料走的是紫色高饼风 而这一款东方美人饼则是用平临时定的白蚝乌龙 内馅用的是奶酪 口感融合两种口味的优点 并且获得今年新北市的特色商品 传统饼家持续创新 新口味千万别错过 记者 06 吴志恒综合报道